孙维士年轻 活泼 开朗 不仅俄文好 而且是搞艺术的 才情并貌 激情四舍 走到哪里都招人喜爱 1949年底 毛泽东访问苏联时 江青很想跟着去 但毛不同意 孙维士是毛的俄文翻译 不仅在中苏领导人会谈时给毛当翻译 还是陪同毛到苏联各地参观时的翻译兼向导 毛泽东那次访苏待了两个多月 与孙维士着急相处 很是亲近